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Dorothy 今天又是分享时间 这条片是《读书移民转跑道》第二集 上回说到我在Unitech 读了个 两年全职业的计划 这么快我已经毕业了 还上班已经两个多月了 开始说我现在上班之前 其实我也有点分享 想说一下我本身有什么目标 可能大家看到《读书移民转跑道》的题目 可能会对我很大的期望 会由会计师变成建筑师 但其实我本身是没有这么大的期望 畢竟我都试过拿一个专业资格 我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已经一把年多了 话说是同样梦想 但我都很了解 上班也是为了去旅行 所以我本身 只是不想再做计划这一行 想找一份稳定的办公室 就是这样 话说我第一集那里有个大叔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大叔 他想法的方式 令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叔 他第一句就说Unitech是一间垃圾学校 我读过Diploma是没用的 我要读过Degree才能做到建筑师 不然我就浪费时间 还有没有资格移民 或者会听诈到黑食混混 首先我都挺派人说有没有用的 当然当我还在三餐不计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实际考虑 但来到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40plus 加做了17年梅计师的中女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很有社会地位 找很多钱 对我来说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是都挺香港人的想法 一定要做到专业人士 连续升职加身才是好 但我想说我其中一样 最欣赏纳西兰的东西 是他相对少职业歧视 即是不会觉得你是男领 所以就低等些 亦都会尊重些付出资金 和努力去对社会有贡献的所有工种 相对地是少些剥削低技术的工种 还有Kiri呢 很多时候都宁愿放假 或者早点下班 多过要赚多些钱的 这个都是移了纳西兰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可能如果我在香港 很少会这样想 又可能新一代会有多些这样的想法 就是不要让你的工作 或者你赚多少钱 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 那也都当然 要多谢上一代的努力 才可以让我们这样做 但是其实离开香港 我们就没想着要再赚一样的钱 如果要赚钱 我就留在香港 总之我读这个Diploma 一来是为了我都有兴趣 接触一下Construction Industry 二来是因为政府 有资助第一年的学费 如果有看上一段影片 我未毕业之前 的确都很想 很希望自己可以 在这一行找到工作 也都真的有找过这一行的工作 但是在找工作的期间 我就发觉其实都有其他选择 可能是更加适合我的 尤其是我常常见到 那些新西兰人上班 都是轻轻松松出入水 有一天 我都很想试一下 这种Kiwi Lifestyle Kiwi Lifestyle 第一样东西 就一定包括早起床 好了 那我都私心记录一下 我现在每一天上班的Routine Good Morning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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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是Jats, extract speed jax, max, becca 有来unitac 有这些联络 有来立即开输 有去年纪 有做过几个月才开始联络 还有交组织 dodger 有给大家做過的工费 有些都会想读解一下你的成绩 也很幸远 我在纽西兰 拿了我人生的第一個獎學金 肥仔經常叫那個是中女獎學金 因為是給那些25歲以上 女性重新想投入職場的人才有資格去申請 Anyway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recognition 我第一份有得封interview的工作 都是說明他想找一些成績好的candidate去面試 不過然後就沒有延後了 至於另外一個有機會interview的公司 也很不幸 因為當時他唯一天安排到 candidate的日子 我在Hawaii 我完全沒有準備之下 也不想做zoom interview 所以就只有探據無緣 我畢業的日子建築行業的事都好像不太好 其實其他行業都是差不多 之前長期都見到pack and save是聘請人的 但到我找工作的時候完全沒有了 我見到architectural technician的posting 低潔50至55K 我覺得都挺低的 有些明明說請graduate 但又要三四年經驗 還見過有些很有趣的條件 說希望 applicant要有sense of humor 因為我最後沒有做到建築行業 所以在這裡就只可以分享一下在同學仔聽回來的經歷而已 到二月的時候我所知 班上只有一個同學找到工 不過都是一間很大的structural engineering的公司 他們就開了三個graduate draftments的位置 一個post就在auckland office 另外兩個就是一個在Hermington 一個就是Werlington office 如果這樣聽的話 Auckland好像競爭大一點了 但我到六月的時候得到update 另外的公司也開始聘請graduate的architectural technician 而JASMAX也好像聘請了兩個人 而JASMAX應該是沒有其他locational office的 大家畢業當然也會想進入一些大公司 因為大公司通常的training是會好一點的 我的friend說 真的當你是一張白紙 每一粒字由頭去教你用revent 比起在unitur讀書的時候 真的輕鬆開心很多 也有一件事可能是香港人比較難明白的 就是他們的同事是真心喜歡上班的 他們穿著拖鞋、短褲 可能留在公司12個小時 公司會有免費的牛奶、sereal、snax 所以不單是早餐、午餐都可以在那裡解決 還有全日是啤酒、喝飲、黑啤 這間公司最近實行Fordney的九天工作週 但竟然有同事是不願意take day off 雖然有點奇怪 但我想在這些公司工作是真的開心的 好,那也是時候說一下我現在回到什麼工作 雖然我沒有進入建築行業 但其實我也成功脫離了accounting 現在在做一些跟QVsaver有關的工作 類似香港的MPF 有點像是在做銀行的 那我是怎樣找到這份工作的呢 其實也是有朋友介紹 他在裏面做,我見到Internal Posting 再refer我進去 我本身都是零經驗的 但就發覺這個industry 都挺適合我自己 還有公司的環境我都挺喜歡 我終於都找到一份QV工了 其實什麼叫QV工呢? 首先的首要條件就是準時下班 公司在6點鐘就關掉了 那完全不用連team set都不用裝在自己的電話裡 放工就真的是放工的了 其實呢,建功那時候也有個很有趣的對答 那個Hiring Manager問我 如果有一天有很多事情做 排山倒開來,那你會怎樣處理呢? 然後我也是回答一些很classic 我自己預備了的就是 你要分 priority 當然是先處理一些很高 priority 的工作 講完一大輪 原來他心裡的答案就是 你要舉手 你要告訴其他你的team 和Manager知道你搞不定 那我們就會幫你了 因為我們是teamwork 但這件事是 在香港自己可能沒有預期過這樣的答案 因為我們都是習慣了 都是自己頂了 但是這裡呢,他們真的會幫你的 都很符合我 我回了頭兩個月工的經歷 不單止準時下班 同時也很supportive 完全不會有不合理的work load 放在你身上的 平時真的會有幾個同事 一起出去 kitchen那裡 坐下來喝咖啡 好像cafe一樣 其實我最喜歡這間公司的就是 它夠了multicultural 我的同事來自印度 南非 哥倫比亞 馬來西亞 菲律賓 真的什麼人都有 而很多人的母語都不是英文 所以在溝通上 對我來說 就是沒有那麼大壓力的 因為呢 雪來慚愧 其實雖然我通過了香港最殘酷的 考試制度的考驗 但其實覺得自己 始終講和聽 沒有去到local的level 是不夠快 不夠 pick up 他們所有的東西 如果在一個multicultural的環境 我就會相對覺得 大家都是這樣一下 會輕鬆一點點 Noticultural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做事的方式 都不完全是qv style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牽涉到AML 和錢有關的東西 工作的內容 的確是需要極度細心 和認真 而我的同事 都是跟著protocol做事 不過這份工作也有些不好的 就是他的辦公室是CBD 要回辦公室的日子 我就要六點幾起床出去 之前一看一個travel vlog 有個youtuber說 每天都有日出 但就不是有很多機會看到 我以前也是 不過現在我就經常都看到 唉 因為出去上班 要坐巴士 他其實都有bus link 但bus link就斷開一節 斷開的地方 我們都是要跟其他車一起塞 變成出入也是 我們就一出一入 我會沒有了兩三個小時 的坐車時間 變成要回辦公室的日子 我的生活只有 上班 塞車 煮飯 然後就要睡覺 完全沒有了自己的私人時間 不過上班就是這樣的 我也很高興 我找到這份工作 令到我和肥仔的生活 有些改變 又好像投入回紐西蘭的時間 因為之前我們很晚睡 Anyway 現在這份工作 只是一年的合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可以延伸 我希望可以延伸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找工作初期 肥仔都有問我 讀了兩年建築 然後又放棄 不去試做這一行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呢 其實我都不是沒事 不過寄出去的application 真是沒有回音 可能當時的試貨 不太好 但我亦的確有些hesitation 所以不是120% 這麼積極爭取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繁忙時間的塞車問題 本來我是很不想出CBD上班 雖然想不到我現在 最後都要出CBD 另一個原因 是因為回了兩年學 更加理解 紐西蘭人的做事作風 對於要投入這一行的信心 反而低了 不過我始終都沒有後悔 讀了這兩年書 因為讀書這兩年 我真正有屬於自己的 紐西蘭生活 講和聽英文有信心 更重要是學會開車 對我來說是很大進步 而這一科都是自己的興趣 學到東西都是開心的 又若不是讀了兩年書 剛剛遇上剛剛有這樣的機會 朋友有工介紹 我又未必做到現在這份 自己喜歡的工 因為我自己沒有留意過這個行業 自己又未做過 看到JD都應該不會apply 所以總結一句 就是移民之後 其實真的有很多 你未想過的機會 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樣 找到自己喜歡的工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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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